你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新闻一开始看到刷卡付费 却是接到了店家的电话 要重新来设定 小心 这是诈骗 台中第四警分局 今年接会有140件相关的通报 而刑事警察局统计了 今年第二季 民众通报遭到诈骗冒名的高峰险业者 中油占最大中油141件 那么除了实体呢 还有网购的平台也入列 你好 我是 你先前在中油加油 这是一通诈骗电话 嫌犯冒充中油员工 指称加油时系统错误 造成信用卡异常进而诈骗 油枪插在油箱中 民众到加油站消费 回家却遭到诈骗 不仅中油成为歹徒冒充对象 根据刑事警察局统计 知名健身房 网购平台等 总共五家企业成为今年度第二季高风险业者 其中台湾中油占最多共141件 警察先生 我被诈骗了 金正署分析常接货民众已解除分析付款诈骗手法居多 而其中拍卖平台个人卖家招诈骗案件也日渐增加 台中第四警分局今年就接货辖区内通报共140件 先犯假冒买家再以无法下单或金流遭到冻结等借口 给予假拍卖平台客服连接等 骗取民众银行账户等资讯 侦查队副队长也呼吁民众广共时 一定要选择第三方支付且商与良好的正规平台或商城 如果电话听到这三大关键字一定要提高警觉 如果在电话中若听到订单错误 重复扣款或是升级VIP 或是卖家未签署金流协议 或是保障服务 或是卖家身份认证等关键字 皆是诈骗集团惯用的诈骗话术 务必提高警觉 订单错误重复扣款及升级VIP等关键字 都是诈骗集团管有话术 民众务必提高警觉 维护自身权益 隐君子要留意了 桃园市的社宅有不少住户反应了 在家里常常都闻到浓浓的烟味 质疑相关单位是管控不佳 那么住宅发展处决议了 经过检局属实将会加重扣点 累犯三次将直接请离 为了提供市民一个安身之处 市府除了积极刑建社宅 也多次召开社宅住户座谈会 了解社宅的居住品质 归纳整体意见违规抽烟最为严重 为了遏止引君子不再犯将加重扣点 只要累计达60点将要求撤离社宅 现在因为民众有这个反应了 所以因为整个社宅都是禁烟社区 原来社宅区域里面都是不能吸烟的 那借由这一次更改 我们有原先的每次10点 把它更改成第一次的话扣10点 第二次的话以后30点 那所以民众只要吸烟三次 第一次10点 第二次就变40点 第三次就变70点 住在社宅的民众纷纷表示认同 身处在密闭空间中 如果时常吸到二手烟 除了影响到居住品质 还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也有住户表示 会要求同住的子女到社宅外吸烟 应该还OK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吸烟 就少了 因为我自己也很难 人 去收20点 住在发展处提醒民众 社宅管理机制不同于一般的大楼社区 只要民众想反映居住问题 可向各社宅的物管中心 智慧社宅APP 以及拨打市府1999询问 住宅处收到意见之后 会立即回应民众 期盼能够维护好各个社宅的居住品质 夏季消暑 有民众表示 一天甚至要喝到三杯的饮料 那么台中食安处就把关卫生 进行了第一波的冷饮冰品集茶 31家中 揪出了有两家业者 原料标示不清等缺失 开罚7万元 也提醒业者要注意高温食物保存 别让食材变质 夏天大概会喝两杯饮料 大概一天嘛 大概一到三杯吧 夏天消暑 一天一杯饮料已经不够 食安处进行第一波饮料冰品集茶 就发现有两家不合格 整体的集茶跟抽烟结果呢 我们发现有一家连锁的业者 他咖啡没有标示咖啡因 那这个在连锁业者的标示方面是违规的 人手一杯饮料把关饮食安全 针对现场调制的饮品与冰品业 共积茶31家 除了系囤一家咖啡店 因产地标示不实遭罚4万元 在冰块及配料等共37件抽烟中 其中一家茶饮店的饮品总热量标示 也查出与实际有落差 处分3万元 这个部分也是违法的规定 不过这个连锁业者 它的这个源头的厂商是在桃园市 那我们也把它移给桃园市去做采除 强力饥茶就怕这炎炎夏日 民众喝到违法添加物或是变质的饮品 像接客反而上升 准备相关的食材原料 那它的保持温度 保存的温度 那这边要特别的维持 天气热 那可能会造成食物加速的一个变化 食安处目前也正在进行冰饮品的第二波饥茶 确保民众食的安全 才能健康消暑器 公立游泳池经营成为了一大难题 来看到后龙镇游泳池 当初是以苗栗县救生训练中心的名义兴建 但因为成本招标等问题 迟迟没有开放来营业 那目前游泳池的全责单位 是属于县政府 那么终于公所将会评估 是否提报修缮活化再利用 夏日想细水带来了好几趟 怎么游泳池的大门仍旧深作 没有营业 位在苗栗县卫生局 厚容消防分队旁的游泳池 先前碍于为外招标 发人问津 又碰上了肺炎疫情来教局 已经多年为开门营业 游泳池是现在是18乡镇 各个乡镇最烦恼的事情 因为每年如果营运的 每年都要亏损好几百万 尤其连苗栗 头份室十几万人口 都没有办法经营 更何况我们这小乡镇的 三四万人口 还有一两万人口 根本就没有办法经营 厚容游泳池虽由政工所管理 但早年是以苗栗县 救生训练中心的民意兴建 针对游泳池的兴建或者是修缮 需透过县政府 向中央体育署提报争取 尤其我们是厚容是以消防训练 为消防用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县府消防局 能够接回管理 这样避免我们小乡镇的财政 更加困难 户外游泳池缝沙大 一般民众就属意室内 厚容镇是否能够争取到兴建 恐怕有难度 今年县内有通修院里公馆 三个乡镇提报修缮计划 而目前也都还在审查阶段 竹科扩厂让新竹县宝山乡的人口暴增 那么宝山路二段还有洽水路车流大 再加上下坡S型的弯道 车速快就容易有视线死角 但是路口确实没有红绿灯 两年内就发生了八起严重车祸 让附近两百多户的居民进出都提心吊胆 汽车一辆紧接着一辆过弯 宝山路二段和洽水路交叉口没有红绿灯 附近住户说要进出都很困难 车子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边其实道路很拥挤 像你看 像现在我们社区一直在施工的过程 那包括车子从斜坡这边上来 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段 尤其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 我们发现其实车子的进出 已经对我们社区的人 要能够进这个宝山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希望说能够在这个路口跟洽水路这边建一个红绿灯 主客扩厂大量人口涌入宝山 其中级水泥预搬车等工程车更是不间断 洽水路也是连接交流道的捷径 上下班时间车多 加上宝山路下坡S型弯道车速快 容易产生视线死角 两年内就发生八起严重车祸 两个社区两百多户住户 每天出门都提心吊胆相当不便 向明代澄清希望能增设红绿灯 主要的标志跟警告标志会先行来做一个相关的处理 但是唯独在这一个红绿灯的部分 因为涉及到今年的预算 已经整个用完了 所以在今年当中是无法在今年当中施工 这边我们也呼吁我们新竹县政府的交流处 甚至相关的单位针对的这个车流量进出比较多的这些路口 希望县府在明年度的预算当中能够增加边内相关的经费 交流处会刊后表示会在上下弯道加装警告表示 也严厉最快明年增设红绿灯 警察局预计架设移动式测速照相设备 让热议增多的用路人和居民能安全行车 降低事故发生 0到6岁是儿童发展的黄金关键期 卫生福利部113年7月1日起 全面由医师提供未满7岁儿童 6次儿童发展筛检服务 及早发现一次发展迟缓儿童 让有需要的孩子能在健康照顾与家庭呵护下长大 占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 掌握疗医契机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迈向超高龄社会台中市中医大副医 发现检测细胞染色体末端的端立长度 就可以测出个体的衰老状态 那么除了年龄影响 现代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加速端立缩短 而研究发现补充Omega 3 那么睡满7个小时等都可以预防细胞衰老 用棉花棒刮刮口腔取出来的表皮细胞 就可以知道老化程度 你相信吗 中医大副医透过细胞染色体末端的端立长度 推测出身体到底有几岁 协助民众自行采取口腔内的细胞 那将这个检体送回实验室 做DNA的萃取以及Real Time PCR的检测 那这个检测结果大约在一周内呢 民众可以透过这个小卡上面的QR Code 扫QR Code就可以看到自己端立长度的报告 研究发现新生儿端立平均10kbp 每年以30到35bp的速度缩短 超过60岁的人就只剩5到6kbp 不过除了年龄 熬夜 压力 吸烟 吃加工食品 这些现代人的不良习惯 也会造成端立变短 加速细胞老化 引发慢性发炎 而透过端立检测 就可以及早预防 端立本身就是一个 染色体的末端的一个 重复性的序列 这个重复性的序列会随着年龄 还会来越短 所以我们检测这个 就是要知道说 这个端立的多少 跟我们实际上的细胞年龄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主要是这样 但是检测出来 还有后端的一些面对 要怎么去处理 所以我相信这个后端是比较重要的 研究显示 睡满7小时 瑜伽 疏压 运动 体重管理 以及多摄取维生素B 补充Omega 3 都能预防端立缩短 降低老年人死亡风险 包括说像是地中海型饮食的摄取 那地中海型饮食是以大量的蔬果 然后或者是豆类 坚果类为基底 然后呢会加上像是橄榄油的部分 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的部分 它都有可能会就是去延缓端立的缩短 还有就是增加端立的长度 现代人生活习惯改变 身体实际年龄可能远大于身份证上的年纪 透过端立检测 及早拟定健康计划 预防劳化与疾病提早找上门 阅读能够陶冶心灵 但是新竹县竹东正立图书馆 新建超过了半世纪 位置偏远 设备老旧 再加上空间不足 民众是抱怨连连 那么正公所规划在客家文化大合城旁呢 要盖新的图书馆 有亲子阅读展演空间和数位区 要注入一文能量 沿着斜坡就能看到一栋高耸建筑被树林环绕 竹东正立图书馆新建超过半世纪 许多民众抱怨建户老旧 位置偏远相当不便 小朋友可以来这边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本 可以带回去看这样子 如果有新的图书馆的话会更好 环境可能会更好 会比较偏远 就是说在市中心点比较高 对啊 会比较好 竹东正立图书馆成立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 既有的设施及设备 无法满足我们民众的需求 所以证明对我们新馆是很多的期许 今年4月争取到客委会的补助 抑注经费来办理新馆的建设的可行性评估 及先期规划 图书馆兼优 但设备老旧空间不服使用 客委会补助加上公所自筹 规划设计900万 召开可行性评估说明会 又在转运站和文化大合成中间盖主动知识客栈图书馆 地上四层 地下两层 一楼为亲子阅读空间 亲室店铺 二三楼书库 四楼多功能教室 地下室则有自修室数位区和停车场 初步的设计 地下一楼有自修室 视听数位空间 行政办公室 地下室二楼有停车场 一楼则有咖啡 侵食 二楼则有文化展示的空间 三楼有长书阅读的空间 四楼则是多功能的空间 相关单位和地方都提出意见 外观以客家三合院为构想 未来长数量也会增加 规划设计和用地取得约一年 施工则是两年 要来打造更宽敞舒适的新图书馆 建市场可以用新方法 有趣市场采买的民众 常常会遇到像是环境脏乱 动线不佳 或者是摊位太少的一个情况 那么桃圆市经发局为了在观音草踏 新建符合需求的市场 首次采用了问卷调查 并且还邀请了专家学者到现场会刊 桃圆市观音区草踏 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地方传出新建市场的需求 但市内许多传统市场面临动线不佳 环境脏乱及人潮稀少的情况 经发局未避免类似状况发生 先发放问卷调查民众需求 再带专家学者到现场会刊 除了既有市场盘店以外 也有未来的一个潜在市场的开发 那潜在市场开发部分 目前主要是以地方有民意反应的部分 我们会作为优先去做问卷调查 那目前有两处的市场用地 一块是过岭 过岭还有一块是草踏 那这两块用地的话 我们目前已经有杀 温卷下去做调查 也有一些初步的回收 桃圆目前的工有市场 有金发局自己管理及委外经营两种模式 针对现有市场 金发局将进行环境及营运评估 后续再进行辅导 例如桃圆区的新永和市场人潮不多 就会透过举办市集活动活化市场 让我们找一条出路啊 让我们也很高兴啊 对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私人啊 很多家庭现在有的人是 是那个年轻人在接棒的 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啊 中立区的新民市场因为环境脏乱 摊贩溢出街道 8月5号开始进行街道处理计划 后续将以架设摄影机及取缔的方式 并行维护环境 金发局大动作调整市场政策 提供民众更符合需求的采卖空间 您知道吗 民事纠纷包括像是车祸案件 宠物交易与医疗纠纷 甚至诈骗民事的求偿 都可以寻求调解委员会的协助 不仅免费成功率高 而且调解的结果也等同于是法院的效力 板桥调解委员会位在板桥区文化路 一段18号 每周一到周五分为上下午时段 周三晚上还有夜间便民服务 调解委员会主要的工作项目 有免费的法律咨询 法院诉讼程序视讯服务 以及调解申请 调解现在大概建筑最多就是车祸问题 交通事故 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炸鸡 现在有多了一些动物的这个纠纷 医疗纠纷 那有些是漏水 这个都有 还有或者伤害什么 大概都是这些 但是车祸是占了大概七七八成 委员的资格 就是一般都是在我们社会上 大概也有一些资历的 当然有些社会资历的悬打 来担任 那现在还有一些律师资格的 有法律基础的 因为这个像我们板桥调解会里面 现在目前有六位律师担任调解委员 还有一位退休的检察长 还有一位退休的小保官 现任主席为地方文人吴继勇先生 个人热心地方公益之余 还携手了二十五位委员 轮值为民众进行法律民事案件的 咨询调处服务 调解案件陈姬斐然 从桌上羚羊满目的奖状奖牌可见一二 还曾经创下了三连霸 全国服务案件数最多 调解成功达成率近九成的双料殊荣 板桥人口有大概超过五十五万 所以当然这个件数都 我们也不是说喜欢建筑多了 但是为市民服务我们当然 我们希望有市民有什么 这方面需要我们调解委员来帮忙 我们就是尽量帮忙 调解过的案子的话 它的效力呢 那我们的效力就是跟法院判决是一样的 而且来我们这边 你不要花一毛钱 我们都是全服务了 有些被调解的 有些不晓得民众不晓得 他看到我们调解那么辛苦 他还问一下多少钱 事实上我们是不收费的 我们这完全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希望市民能够多多利用 从交通事故 租赁纠纷 借钱不还 房屋漏水等等各式各样的烦恼 以后不要再跑法院矿日费时 只要善用区公所的调储机制 就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苗栗县漫步苗北双城 头份竹南慢行律网建制计划 正执行第二期竹南环市路改造工程 为了打造整体景观 地方建议同步更换行道树的树种 那么正公所呢 为此向县长来请命 而县长同意补助换树工程 请公所接手维护 竹南镇环市路改造工程 现在正如火如荼执行中 人行道与中央分隔岛都已开挖施工 随着工程进行 地方希望能够更换现有百千层的路数 与头份市中央路一致 呈现整体都市景观 一些地方的议员也好 我们代表主席 他们都有提议说 是不是来参查一些不同的树种 差不多跟现在头份的 那个中央路可以相媲美 不要说整个好像之前的 留下的也比较不怎么好看的一些树种 把它移除之后 种不同的发样这样子 那我们也会预留一些空间 让我们平常在不同的季节 开让小发让的 也可以来点缀 但是路数更换 牵涉到路权养护单位公路局的全责 而且全面更换 经费高达一千多万 考量到地方存情意见 政公所积极向县政府 公路局来协调 初步获得县长同意 配合补助行道数更换经费 但是后续必须由竹南政公所 编列经费来维护 政长真的很用心 他还亲自到苗栗县政府来 把计划把图带给我看 那我们也请了公务局跟秘书长 跟政公所一起讨论 那讨论的结果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们要把公路局的事物改变以后 那公路局他就不会负责管养的责任 那变成说县政府多花一些钱来中 我觉得这个倒是还好 没有问题 可是将来的管养可能 政公所每年就要能力要心血 还要花钱去管养 那政长一口就答应了 所以我们会让竹南环市路的整个环境 而变得更漂亮 县府公所携手合作 全岸顺利进行 期盼漫步苗北双城 投奋竹南慢行绿网建制计划 借此展现生态绿网新气象 营造友善都市生活空间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检疫的急救药品 恒灾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只是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 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现代人天天是手机不离声 看影片也有可能被诈骗哦 让辛苦的钱一夕消失 桃圆市金发局呢 与原志大学合办 资安思维企业资安培育课程 希望能够从中小企业 推及到个人 让学员能够透过线上学习 破解网络安全漏洞 各界专业人士起居一堂 专注听着分享 荧幕上闪烁着图表和数据 展示着资安威胁与案例分享 金发局与原志大学举办 企业资安不害怕实体课程 为接下来的资安培训 拉开序幕 实际上它不是只是一个课程而已 它还包含我们的线上学习平台 那在这线上学习平台里面呢 我们包含了直播的一个内容 以及我们这些录播的内容 那我们希望就是 推广这些资安的观念 提供非常广泛的 然后不太困难的这个内容 让所有的中小企业 那甚至是个人 都可以学习这些内容 课程除了锁定中小企业外 民众也可以透过平台学习 辨识钓鱼网站 信件即发的安全等使用技巧 让资安无懈可及 你的手机跟你的这个电脑 很多人呢 去看免费的影音档 你就很容易点这个连结 就中了挖矿 中了键盘侧入 然后键了中了之后呢 你可能就被倒刷 那你的个资就可能会泄漏 数位的快速发展 网路安全成为每一个人 重要的课题 十场线上课程 五场直播学习 与三场实题分享 让民众可以更轻松的 选择学习方式 替自己的资讯安全把关 苗栏县公管国中教务主任刘传中 去年拿下了民间师夺奖 教育大爱金师奖 那么今年通过决审 直接拿下了教育部师夺奖 全县为一 而他投身教育36年 推动科学教育 启迪学子 退休前夕 荣获了师夺奖 成为了最好的礼物 去年拿下民间师夺奖 教育大爱金师奖 公管国中教务主任刘传中 今年通过决审平和 直接拿下教育部师夺奖 全县为一 消息传来 师生欣喜恭贺 在周五的时候一直照顾我们 然后在很多活动也是 很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了解很多文化 主任希望你退休的时候 很开心健康 可以问他自然的问题 然后希望他退休之后 可以健康 长得民调学 流传中投身教育置业36年 大部分教学时光 都在公管国中 推动科学教育 积极指导学生 参加国内外科学和科技展览 起低学子科学思维 与实作能力 获得亮丽的成果 近年来落实新克刚 推动跨域速读与国际教育 以孩子为学习中心 他的太太李孝威 退休后也跟着他 带领学生参加科展 和PowerTech竞赛等等 取得优异成绩 同步在今年拿下教育奉献奖 带领很多老师团队 或者是学生 参与各式各样的比赛 获得很多奖项 才有机会得到这个殊荣 那除了感谢我们校长 还有我们教育部处的团队 还有我们管中的老师之外 当然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内人 我们是教理化的嘛 所以希望学生可以体会到 那个科学的迷人的地方 那因为以前我是觉得 就是科学有很多秘密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很享受 那当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也是一样很享受 那也感谢方校长 以及公管国中的其他的同仁们 让我在这里可以继续的学习 在校长眼中 刘主任夫妇真的是 学校教育推动的大功臣 校尾老师退而不休 还在帮忙公管国中 非常多的事务 那刘主任更不用讲 其实从早到晚 甚至假日都看到他的身影 其实这两位老师都非常的谦虚 其实都觉得都是在做 他本分该做的事 可是我一直看着他们 觉得我们的后进 我们的晚辈 应该都要效法这样的精神 取得师夺奖 刘传宗将在教师节大会上 接受教育部长颁奖表扬 他在退休前夕得知获奖 为教育生涯 画下圆满的助教 苗栗家福中心属 其开办客服班 由大专生来担任志工 陪伴国小学童过暑假 但是面对开许之后 即将要发放的奖学金 家福是苦恼不已 因为150万元的缺口 仍然是需要社会大众 发挥善意心助学 帮助弱势学童翻转人生 发挥想象力将看见的图案 试着用形容词表达 指导学童写作文 苗栗家福中心客服班 透过互动游戏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投身现场 那刚好刘老师就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从大二一直教到大四 毕业 今年刚好毕业 那今年毕业的时候 我的时间刚好比较空 我就想说 我的四年来 大学四年受到家福的帮助 真的很多 我觉得是时候 我可以把我的力量 展现在这个地区帮助大家 所以我就来天乡回馈服务这样 不论是台上的老师 或是协助指导的志工 他们都是曾经受辅助的大专生 以自身所学 回馈家福的照顾 对我们自己来说 也是蛮多的收获 对就是跟他们陪伴他们 就是也会感觉到 好像收获到很多 不管是成就感 或是看到他们成长 自己也会感到很欣慰 姚立县三处服务据点 共25位大专生 加入服务行列 课程内容也都有职工规划 融入儿童权力公约 所以今年度也一样 暑假的时候 总共有25位的大专青年 投入了服务 总共78位的国小学生 那发挥 就运用他们的所长跟兴趣 然后也加入了SDGS 跟CRC的儿童表义权的概念 在课程的设计里面 陪伴学童过暑假之外 贾福镇积极目击 560万元的奖学金 缺口还有150万元 期待民众善心 共同助学 小学生当国手为国争光 来看新竹县体育再传捷报 实行国小陈瑞林 参加日本大阪桌球赛 拿下了第二 而六家国小的庄云展 也在少年国首选拔中脱颖而出 成功的入选 未来要挺进国际赛场来大展球技 六家十星国小桌球选手 接受表扬 县长杨文科肯定两名小选手 表现卓越 未现真光 六家国小的桌球选手庄云展 得到我们入选到 是我们113年的 国首的一个团队里面 这个表现非常优异 另外一个是 我们十星国小陈瑞林同学 获得在大阪公开赛 得到第二名的夹击 我想我们在推动这个桌球运动 我们各个学校也都拼得劲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主管会派上的表扬 他们的优异的成绩 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都是面临到了很不舒服的情况 比赛结束 正在赛场上 十星国小陈瑞林 帅气挥拍杀球 小四开始越级跳阵 连三年拿下桌球国首资格 这次出战日本桌球大阪公开赛 一举拿下第二名 我要加强就是心态 就是要再更稳定一点 要更敢拼 同样在选拔赛脱颖而出的 还有六家国小庄云展 打起球来手感稳定 具备发球抢攻优势 毕业前成功入选少年足球国首 有一场就是零比二落后 然后就是放开打 就是不能紧张 然后就一直打 然后就三比二逆转 这次比赛的时候 因为他半决的时候 就是零比二落后 之后就是逆转 最后遇到了决选的时候 也是放开来打 然后就有不错的成绩 今年都要升上国中 两位小选手继承国首 将持续锻炼球技 强化抗压能力 未来要挺进国际赛场 为台湾真金躲海 很棒 单框水手关灯还不够 换装LED灯泡 可以再省60%照明用点 清洁滤网 可以再省10%冷气用点 等下个多天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 不 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 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3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检疫的急救药品 恒栽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就是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灶海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 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台风过后 叶菜类的价格飙涨 民众真的是买不下手 那么台中营养师建议咯 可以选购由丰富 β胡萝卜素的地瓜等来补充 那么叶酸呢 则是可以挑耐放的青花菜 而紫菜等藻类也富含有维生素 与纤维质 民众不妨可以挑这些食物 守住荷包也兼顾营养 有感觉贵一点啊 差不多贵贵哦 没办法啊 就是要吃啊 台风袭击 枪风豪雨造成农损 其中叶菜类更是首当其冲 产量减少 直接反应在价格上 民众卖不下手 营养师就建议不妨选购这些食物 在叶菜类的一个营养素 比较特殊的是说 它可能在β胡萝卜素 还有在叶酸的部分 它可能又比较丰富一点 那如果说在台风过后的一个蔬菜选择的话呢 β胡萝卜素的部分 其实在根莖类的蔬菜 像是红萝卜 这类其实它就有 本身就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 叶菜类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 具有抗氧化作用 营养师建议地瓜以及南瓜等根筋类食物可以作为替代 添加油脂烹煮对人体吸收更有帮助 不过要小心淀粉超标 热量是蔬菜的三倍 而叶酸的部分则是可以在台风前提早准备这个蔬菜 另外海带芽紫菜等藻类与叶菜类一样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与纤维质 尤其多以干包装贩售在台风天野不涨价 因为它是在海里面的 所以它其实点的部分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说对有一些 它可能有一些甲状腺抗净的人来说 在摄取上就要稍微留意 医师也提醒食物要多样选择才能饮食均衡 台风过后若不想荷包失手 不妨换换这些食材 一样能兼顾身体所需的营养素 伴桌逐渐视为新竹县恒山乡沙坑社区 全剩时期是有30多家 但现在就只剩3家 重现客庄伴桌的文化 炒菜40年资历的棕破塞 资深的徐秀娥 他就教大家如何来炒客家小炒 外酥内嫩还不油腻 伴桌开吃也让不少人重温回忆 拿着锅铲大锅炒 豆干由鱼和肉丝在锅内翻滚 散发浓郁香气 让人口水直流 社会处携手红十字会 在沙坑社区伴桌开吃啦 最多的话有30几家 现在目前等于说 稍微还有34家在办 而且等于说强调是用 等于说在地的食材 这样的一个智慧传承的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长辈的智慧 传给年轻人或者是说带入家庭当中 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加有趣 一道一道美味佳肴不断上桌 沙坑早期伴助文化盛行 全盛时期超过30家 现在只剩下三家 邀宠时客家特有四文四草 让长辈的智慧继续传承 在地资深棕破塞就来教学招牌客家小草 豆干外酥内嫩三层肉干边金黄色 还有费工的五味猪尾 炖煮入口即化再淋上特调五味酱 让家常菜变成中泡菜料理 味道跟自己煮的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自己煮的话就是随便丢下去 然后中泡菜然后那个徐姨老师介绍了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肉豆干 各方面要是分开炒才会爆香 才会有它的味道 我们的做狮子头的那个肉丸 可是它要放些什么的话 年轻人可能就是不知道 要放什么料下去才会有这个口感好吃 洗开六桌 民众吃的津津有味 大餐古早味非常道地 长辈党厨艺老师 大方传授料理技巧 延续客装好滋味 现在人手艺机功能又多 为了让长辈能够跟上时代 使用手机不必再依靠晚辈 新北市中和安岁里开设了3C小学堂 请来老师教大家使用手机 理想说呢开课其实还有另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做出家门 来增加人际互动 按久一点点 再把它给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 按照顺序1号2号3号 把它接下来放名就可以了 老师仔细教导手机赖功能 新北市中和安岁里3C小学堂 请来老师教导长辈使用手机的各种功能 讲解完之后 马上实际操作 聊天点击之后呢 往上滑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灰灰框 框起来的地方它可以进行扫描 好来你点一下这一颗按钮 然后紧接着对准它来扫描框框 就是这个框框 手机手不要按哦 现在人手一击功能又多 只会播接还不够 为了跟上时代 长辈报名参加手机教学课程 有的学员还边听边写笔记 希望学成之后不必再麻烦孩子 靠自己就能够搞定很多事 有时候跟小朋友啊 比较年轻的朋友啊 要沟通啊 手机我们有时候不大会用 造成一些隔阂啊 对不对 那很好的机会 社区又不用花钱就可以来上课 对不对 老师讲解又很清楚 对不对 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活到老学到老嘛 透过老师耐心教学 长者很快就能吸收 而授课内容也是依照 长辈生活上的需求量身定做 像现在LINE很常运用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呢 我会设计的这个课程单元 还有防止诈骗 那当然还有的课程呢 是手机做运动 其实手机 一部手机就可以在家里做运动哦 好 那还有呢 还可以用手机来教他们唱歌 唱KTV 也包括教他们怎么样做AI 那AI现在是一个很时下 很流行的一个议题 那年轻人会 谁说老人家不会呢 我们就教他 中和安岁里里长周静轩 111年当选之后 成立了社区关怀照顾据点 开办手机课外 还有动健康以及桌游客 就是希望长者能够走出家门 增加人机互动 台湾都老人化了 那希望说大家一起学习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上班 然后留长辈在家里 因为都没有去思考 也没有去动头脑 容易失智 所以我们就想说 多办几个让热林长者 一起来参与的活动 那我们也是 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增加课程 时代进步 不管是朋友还是晚辈 都要用到手机沟通 里长开办手机课 协助长辈提升生活品质 也和社会不脱节 安岁将怀孕言 手机教学吧 新竹县的新浦市饼 真的可以说是全台有名 产地的汉坑社区 发展市场文创 也回馈社区开办共餐 韩汉大学USR合作 吸引青年返乡创业 更融合AR科技带动观光 在农业部金牌农村竞赛中 获得了银牌的肯定 继上届拿下金牌农村 全国铜牌 新浦镇汉坑社区 今年更升级 结合教育传承市饼产业 也开办长者共餐服务 夺下银牌 经历上一届得到铜牌 那其实在这之后 我们有一直在努力 让社区让我们的产业更好 我们社区其实 注重传承这一块 所以我们比较积极 去做学校的合作 然后从小的教育 让他了解我们汉坑社区 这个市饼的传统产业 那再来一些像 本来没有我们没有公怀据点 那我们在今年也刚好一起成立了 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 在地社区的一些 我们的自己的礼命 社区除了传统饰饼业 也兼顾SDGS 运用废料发展 是燃文创回馈社区共餐等福利 并引领周边社区共好 三年前成立大敦山休闲农业区 串联景点带动小旅行 而六年前也和大学USR合作 发挥所学创造多元价值 吸引多位青年返乡创业 更融合AR科技 让游客在飞产季 也能体验士兵海之美 汉坑社区最大的突破 是我们青年引流 其实蛮有成效的 包括说我们到西门町展览的时候 我们张家村的俊艳 就是我们小庙宫也有来做参与 以及到我们限定勘察的时候 我们在夏张树林的张家的姐妹 他们也有来做面包的一个 就是新创产品的说明 所以其实今年我们最大的亮点 是在青年的投入再增加 飞产季的时候 我们的游客 也可以在我们的攀屋 攀屋那边可以看得到 我们汉坑 我们汉坑的一些士兵 饰染的一些产品以及DIY 今年全国974个社区竞争 选出18处经营铜牌农村 从北上摊位展示 到新浦县地视察 李明都总动员 独下银牌 让全台看见汉坑的农村魅力 包租代管333 保证 只要打电话 我们已经出门 变水之洞早上门喔 包租代管333 保证出帮你管 零到六岁 是儿童发展的黄金关键期 卫生福利部113年7月1日起 全面由医师提供 未满七岁儿童 六次儿童发展筛检服务 及早发现 疑似发展 迟返儿童 让有需要的孩子 能在健康照顾 与家庭呵护下长大 占用六次儿童发展筛检 掌握 疗医契机 传承并且推展工艺产业 苗栗县政府 亚洲青年木雕艺术 严席营 今年是迈入了第17届 主别包括有当代巨像 传统木雕 那么今年活动主题 陈纯 希望呢 就有不同风格老师的带领 与学员们共同寻找创作初衷 金蚁囚精 工程纯粹 2024亚洲青年木雕艺术严席营 这个暑假正是迈入第17个年头 31位学员 不但由来自于全国各大专院校 还有来自于澳门 马来西亚的木雕清秀 共同百事学艺 我们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三名的木雕 都有名 文官主要希望说 我们的木雕记忆 会传承下去 当年主判要发展 希望 我们的学生 做的路亚 木雕的记忆做的 学到以后传承下去 过的路亚木雕记忆 会发扬广大 工艺传承要达好基础 更可吸收大师们的宝贵经验 严席主别规划有传统木雕记忆 新传营 聘请各县市 佛像 着花师傅 分享创作技法 把台湾在新竹 三亿 台南 鹿港 这几个木雕重症的老师 都请过来 所以这些老师呢 把他们的 自己的地方的 传统木雕的一些 记忆跟文化 带到这边之后 也交受给学生 所以这些学生 他身上的记忆呢 他可能有 鹿港风格 有新竹风格 三亿风格 这些样貌 当代巨像 木雕创作营的部分 着重出街 巨像的表现之外 进阶重点在于写实 这么多的学员 来自不同学校 集聚一堂 在短短的 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一件作品 这可以让他们 学习到在学校 所没有办法体验到的 一种工作强度 还有一种 更专业的 更有效的 创作技巧 为其一个月的 研锡音 主题成春 象征历经 疫情考验 一路坚持培养 木雕新秀 与创作的初衷 这期新闻 先带您看到 每个人都有家 那小朋友心目中的家 是什么样子呢 中立市立幼儿园 举办美丽的 室内设计木工 与粘土的 小屋创作营 邀请社区 亲子家庭 一起来动手 用木头 还有粘土 打造属于 他们自己的 理想小田地 小朋友专注听着老师教学 动手准备材料 中立幼儿园举办 美丽的室内设计 木工与粘土小屋 创作营 让爸爸妈妈 能和小宝贝们 一起盖出 理想的家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社区的家长 还有孩子们 能够一起来接触 木头木材 这个比较属于 天然的材料 那因为跟爸爸妈妈 一起做嘛 那可以看到 爸爸妈妈 做事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自己家人 不同的样貌 那希望这样的活动 是可以促进 我们社区家长之间的 亲子关系 中立幼儿园 首次结合地方社区 举办应对活动 报名相当踊跃 也希望透过 DIY的手作课程 训练小朋友肌肉发展 增进亲子关系 学校有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暑假 安排一些活动 带小朋友来参加 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所以觉得 如果可以用木工 跟粘土结合 可以做出一个 不错的成品 我相信在家里 看到他们的成品 也会蛮有成就感的 家不仅是一个住所 更是每一个人 心灵的依靠 可能有舒适的沙发 或是很多的故事书 小朋友透过动手做 去建筑自己对家的感受 我等一下要做的房子是 一栋高高的房子 然后里面有住爸爸妈妈 还有自己 还有姐姐 还有妹妹 每一个家庭都有着不同的面貌 以木头打造房型 粘土制作家具 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之间 同心协力 在手作里 为家找到新的诠释 高雄风艺下系列活动 美术班连展 在奇山国小的百年古迹 中山堂登场 一共是有14间学校的美术班 156间的作品展出 参展作品包含有水彩书法 平面设计等 内容有环境生态 人文风貌 警示等等 呈现学生们所关注的议题 无论是聚焦在海洋生态的环保议题 还是描绘人文风貌 甚至是以现代的手机与清朝的鸦片 做对比 呼吁大家关心手机成瘾的问题 这些156件的艺术创作画作 是来自高雄14间学校美术班的学生 将自身的观察与感受 呈现在作品上 这幅画的主题叫做古今鸦片 它主要传达的内容就是说 现代人就是沉迷在网路世界 然后在网路世界就是迷失 就是自我 希望大家看到这幅画之后 就是可以放下手机 然后可以跟朋友家人一起出去玩 不要一直就是一直滑手机 然后一直沉迷在网路世界 精灵去守护着 它的整个森林环境 然后树也没有叶子 因为那个已经被破坏掉 所以叶子已经没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紫色调 就是有一些空气污染 希望可以带出父亲辛苦工作 然后为了养活一家人 然后每天在面殿 然后忙 然后可以让我们 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里面的色调 我是把人物画得比较温暖一点 因为我希望能比较衬托出父亲的感觉 高雄丰益下系列活动 113年高雄美术班连展 在悠扬的月身中揭开序幕 今年以美在高雄 意创生活为策展主题 从学生们的视角与观点 发现高雄各角落的故事 以水彩水墨平面设计 复合美财等等作品 颠覆创意与美感生活 高雄丰益下的活动 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是希望能够提供孩子 他们在美术 或者是表演艺术方面 都有一个展演的机会 那今年的美术班成果连展 是在我们齐山国小的 百年的古迹中山堂这边做展出 那也希望结合老街的 这边的观光的人潮 可以一起来欣赏 我们这样子的学生的一个美展 今年的作品呢 蛮多的这个主题 那有环保的 然后有家人的 然后有动物 然后还有一些生态的 这些等等的议题 然后也有 很难得也有一些 平面设计的一些作品在 那我想这个今年参与的学校 总共就是我们这个十四所 有美术班的学校 三级学校都有 分别有高中的 跟国中的还有国小的 这次特别选在齐山国小百年古迹的中山堂展出 不但是在美学的殿堂下 记录学生们珍贵的艺术创作历程 也让来到齐山老街观光的民众 同时可以欣赏孩子们的精彩画作 展现高雄艺术教育的亮点与活力 新闻最后 但您看到苗栗县造桥乡境内 由老火车站发展落农 还有火红凤凰花与火车相遇的美景 欢迎民众可以多到造桥来游玩 发掘自然人文之美 湘工所即日起游到八月底 推出旅游宣传影片的征集活动 欢迎民众可以踊跃投稿 喜欢摄影记录旅游活动的民众 现在有机会获得礼券 成为旅游影片的代言人 造桥山公所即日起推出了 造桥后老廖宣导影片征集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投稿 我们希望是有别于以前一般的 比较单一叙事角度的宣导片 就是用网红的方式 用他们的角度来跟大家讲 哪里好玩 哪里漂亮 这样才能够引起民众共鸣 录选的影片的拍摄者 我们可以给他500元的商品券 作为奖励 那欢迎大家趁这时间来 我们造桥乡 用你的手机或是专业摄影机 都可以拍出你眼中认为 我们造桥乡的美 造桥乡的好 那我希望我们最终的成品里面 由您的参与 造桥乡景点非常多 像是在毕业季时 照样路旁的火红凤凰花 与火车相遇美景 历史建筑造桥火车站百年驿站 还有牛奶的顾虾 步道美景等等 都很值得探访拍摄美景 相公所也希望借由影片征集活动 邀请民众到造桥旅游 感受客家小乡镇的自然人文风情 三个古道 建坛古道 口山步道 然后那个震撼步道 那我们那个我们靠近台一线那个 龙神湖大潭也很漂亮 尤其是空拍的画面更漂亮 那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百年的那个博光庙 然后我们现在地方传统的像以前的木炭窑 最主要是分享所有的雄情 来宣传初球的好 初球的美 同样初球所有的好山好水 过来退休出去 活动增见影片长度约一分钟 可以展现地方人文 景观或独特故事性 与生命力的主题 欢迎用课语录制 增见期限到8月31号 9月评选 将选出20部影片来剪辑成造桥乡宣导影片 并在造桥乡中秋文艺季活动上首映 行销造桥之美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主播陈湘怡 TNews联播网 明晚8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